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次變完或面試 面試的職員都可能會問你們一條問題 就是問你們, 完整的面試 你們會不會還有什麼問題 你們會怎樣回答? 誰會主動再問問題, 請舉手 要的, 誰會問問題 波波問完之後 波波, 你想不到吧 不, 因為我站在角度想 我會覺得, 問什麼, 我想下班 你不要問, 所以我覺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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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們是不是很想下班? 你直接問吧 你直接過了一個問題, 不用問了 我覺得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他之前已經問過了 已經決定好了 錯了 是的 我覺得那一條問題是最重要的 是 問一些很簡單 很無聊的問題 他也是想你問一下 你會問什麼? 譬如他問你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例如… 可以當作運動 今天我就可以說 如果我進來後 有什麼可以幫忙 或者有什麼職位可以做 可以問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不一定要是… 可能我… 不是, 我是面對那一個學系的 但我不一定要問那一樣的東西 我不用一定要問我要讀什麼書 但是可以問是簡單一點的問題 已經很足夠了 對… 我覺得最簡單的你可以問 說什麼時候有結果 這樣給人的感覺是 你真的好像… 很期待… 很期待… 最快我什麼時候可以有通知 又或者問你覺得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很困難的東西 而我可以現在先做好準備的事 這個很好 你問他做這份工作有什麼困難 你拉近了你跟那個考官的距離 例如朋友跌倒, 可能他會說一說 其實是, 工時也很長 那你也很辛苦 剛才說, 深深, 你很深 你用不需要入行嗎 很深, 你不要來, 你快點走 你不要來, 你快點走 你快點走, 你快點走 你這麼辛苦 這麼棒, 你快點出去 但有幾條問題是一定不能問的 你們覺得有什麼問題, 補問 不可以問人工 是, 不小心問過一次 你感覺到他們的表情很不洩 好像在想, 你懂不懂做人的 我問這些問題 感覺到他有這樣的反應 對, 我當刻後悔了, 問什麼 如果你有興趣 你問那條問題 就是幫你增加成員 問一些跟公司有關的東西 我很喜歡做健身 公司不知道有沒有健身室 我想留在公司比較久 對, 才便宜一點, 有什麼好吃 你公司從床, 我會做到 明天睡覺 我可以中間休息兩小時 繼續做就更好了 廁所有幾個 不知道是否漂亮 但千萬要跟他們說 不用給我加班 對, 要加班 做難事 要你的團隊的同事說 是否你不用加班 還要請你吧, 美琪 現在很多工作沒有加班 那倒是 加班是沒有保持的 有班工, 沒有放工 有錢 所以千萬不要問假期 不要問人工 不要問對於自己有好處的東西 對 首先, 你覺得你要跟公司是無關的 最關鍵的東西不要問 你問他要關注別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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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做人的道理 是你關注別人的東西 很久之前, 有一次副片 拖隔壁的傢伙去問了一些 其實網站也能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面試官立即說 其實我們網站好像第二月有的 你有上過去看嗎 所以真的很重要 很嚴重 所以每次問問題之前要看看 沒有難醒 沒有難醒的問題 是否究竟要關注別人的東西 我告訴你也挺有趣的 會不會有人問錯 立即落井下石 你問問我, 我已經輸了 年輕人就是有錢 年輕人 但我又會被人覺得 這個人這麼落井下石 是真的要數人 只要幫忙 不是, 他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他不是這樣, 是好人 我只會在這裡幫他 我幫他請他 你不要請他請他, 他比較需要 其實他在這裡也很累 另一件事最重要 在結業之前要研究甚麼 CV 我真的沒遲過 因為我已經在讀品大學工作 對, 我沒做過任何一份CV 我沒做過任何一份CV 有任何人做過CV CV是怎樣做呢 你們的CV是怎樣的 其實我比較簡單 其實我是… 名字 有寫… 個人資料 對, 個人資料我的名字 然後… 圈形 對, 7月8 平常 古老同父 yahoo 大哥的 sites 我用環節 最重要的資料 變得有了 雙巒的天一人 是腳印い 雙巒是怎麼樣 像是正路的 因為有外出生日子 電話號碼, 什麼學校 電郵ики 讓他 Palmer work 我相信技巧很大直 女生的 Insert 是不是,chemist 都出來 通常我都會是兩頁紙內 簡單一點 一張紙要完成 沒太多 這個後面就是可能是比賽 我以為你身體檢查報告來 你當時… 對,很快… 太強了 太強了 又發表 簡單,不是所有的比賽都寫了 重要的,或者可能在比賽 拿獎… 獲得獎 因為我看過運動 其實老師和教練 已經知道什麼比賽是重要 譬如說什麼比賽是很糟糕的 年輕人運動會那些不要說 對,其實你簡而精就最好 然後寫你自己做過什麼報告 去什麼比賽、什麼地方 就寫得足夠 就是不要寫多餘的東西 對… 而且可能下班就要寫那個工作 你要寫什麼 對,但剛才人家說的一頁止緣 我看到你已經揭起了幾張 對,其實我也是比較多的 不過我可以再說多一點 因為我分了一些東西 首先我要有個編輯 編輯? 編輯就是很簡單 你寫一篇一篇 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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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 我就是在讀哪一篇學校 之前讀什麼 還有我現在… 我有幾年工作的經驗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因為通常人家的項目 通常是項目的 對,通常是項目的 通常要寫一篇一篇 編輯通常是一段很簡單的簡介 有些人喜歡用項目寫 我喜歡用一個很簡單的文筆寫 因為我想讓他看到自己的筆 然後… 有墨水的 因為有些人會打遮瑕文 所謂的遮瑕文 另外就是經驗發電郵 會有封信 你跟我說想應付誰的貼文 我免得遮瑕文寫太多 不如直接在這裡寫一些重點的東西 下面這裡的明顯就是我個人的性格 是項目的 然後就是工作經驗 Foodie? Foodie? 對 為何我會多呢? 因為我真的做過幾件事 但現在很流行 因為我出去找了一些資料 他說現在僱主很喜歡 就是你寫過你之前在哪裡做 做了幾年之後 你需要有些說你是做些什麼 因為僱主就是看到你有一個工作的位置 有一間活動的位置 有一個機構和日期 但不知道你其實… 做什麼… 因為現在… 你做清潔也有很多 是否也叫做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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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在外面都叫你做什麼 你負責什麼 所以你最好加一個項目 就是要說你做什麼 因為我的工作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的項目就仔細了一點 這樣 我拿了社工牌 這些照片寫出來 就是合理人 對 什麼合理人 但有一件事可以加 可以不加的 就是我DSE的成績 以及我的 hobby 加起來就已經三半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是用電郵去做應用程式 我覺得電郵很難會刷 他會叫你… 通常你出去 應用工作的項目 他會叫你製作DSE成績 但你的電郵是… 他沒有請求這件事 所以我會自己加上去 紫實呢? 紫實台灣的那些… 譬如CV是怎樣的…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 譬如一些… 輕吹… 譬如一些娛樂公司 都是發出一些影片 發出一些照片 所以是跳舞的 那些電郵… 會對著電郵說… 不,一直… 即是跳舞的 草落那些… 即是沒有特意拍 沒有特意拍 一直有唱歌、跳舞的影片 也有聲音 但他們好像很重要 一點就是要掃眼的照片 給我… 給我化妝後沒有濾濾的那些 這麼糟糕 不要緊,你可以用那種豆瘦 對,要掃眼 少許這樣… 收拾一收拾一收拾 他們聞完你,聞完眼 我覺得… 我正好,現在拉著鏡頭 我覺得這個照片 味精不可以太濃 如果這樣的話,別人看見你… 真人跟照片相差那麼遠 對你的誠信度會減低很多 照片… 但那些… 那些片又不能收拾 不能收拾 除非你請替身 對 好了,這時候我們說過CV 重點是你們經常做 CV,你覺得最重要 還有甚麼重點大家要留意呢 如果寫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我看到阿楓這堆字的時候 我在想,如果整個圖表會不會清晰一點 圖表? 不太一點 其實是因為現在聽外面的人說 那些圖表真的會20秒 故意圓一份 對 所以有時太長 有時就搜不到 拿不到重點出來搜到它們 所以如果看看 可能某些功能阿楓那些 可能寫工藝要細節的位置 如果普遍外面的工藝的話 我建議可能一板紙比較短 兩板紙比較短 可以做一些顏色 對 有時會比較短一點 看上去 你不要整個板,幾板紙 都是字的,如果沒有人想看 我覺得可以因應你見工的工藝 例如你去見一份設計的工藝 那你就可以將自己的 CV 設計 對 好像有埋座作品 沒錯 讓人看到這個人原來他的性格是這樣的 人一看到 這個人的性格是這樣的 每個人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因應工藝 去做自己的 CV 沒錯 是很適合